这个医师同源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古代中医的概念了 现在医学也发现它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么这个食物中除了我们说的蛋白质、脂肪和糖类 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成分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健康是四维的 也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们这个身体就像一个机器 它一边做工产生能量完成任务 同时它又产生了废气、废物 对这个机器本身也造成磨损 那么人体比机器要高明很多 人体它本身有一个自我修复的机制 也就是说当这些废物产生的时候 它又给身体传递一个信息 身体又开始进行自我修复 保持了这样一个平衡 那么这个平衡是靠着两个非常重要的化学因素 在平衡着 一个叫自由基 一个叫抗氧化剂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自由基的事 自由基、自由基 可想而知它非常活跃 同时到处跑 它之所以活跃 是因为它的分子上缺一个电子 所以它就很容易跟各种各样 带有这个多余电子的或者是带有电子的化学物质产生反应 换句话说它就去抢夺人家的电子来维持自己的一个平衡 就这个意思 所以它叫自由基 这个自由基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世界上是有很多好处的 一个好处就是我刚才讲的 它如果产生过多时候 它启动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机制 那么同时它也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 比如说它可以去攻击病毒细菌 所以当我们人被感染的时候 身体就会产生比较多的自由基来控制感染 如果身体产生过多的自由基 就会对我们正常的组织细胞造成伤害 如果身体有过多的自由基 它可能就到我们正常的组织细胞里面去抢电子 这个过程就会伤害它 谁来控制它呢 就是我们说的抗氧化剂 所谓的抗氧化剂 就是它能够给这个自由基提供一个额外的电子 让它稳定下来 不要到我们组织细胞里面去抢 造成破坏 所以这就是抗氧化剂 它的作用就是平衡自由基的数量和它的活动 我们说人体就是一个阴阳的平衡 所以无论在哪个水平上 都会看到互相对立的 又互相依赖的 又自我平衡的这样一个机制 那么保持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生命活动 那个自由基产生越来越多 所以自由基多了以后呢 我们身体的机能就处于衰退状态 它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这些慢性疾病都是我们朋友们很头疼的事情 比如说糖尿病 心脏病 高血压 自身免疫性疾病 肿瘤 还有呢 神经的退行性疾病 那么就是像 阿尔蔡穆斯病啊 巴金森综合症啊 我们很关心我们的皮肤的健康 我们讲过啊 人为什么会出老年班 实际上呢 都是因为自由基和抗氧化剂的之间的平衡呢 被打破了 所以呢 我们身体呢 就产生了过多的废物垃圾和磨损 不能够自我修复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才不让身体产生了过度的自由基呢 这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首先就是睡眠 当你有充足的睡眠的时候 它不仅调节了你的激素 神经地质 身体的代谢 它还减少身体的自由基的产生 促进这个抗氧化作用 抗氧化剂在平衡自由基的时候 叫做氧化应急反应 那么如果自由基超过了抗氧化剂 能够控制的情况下 就造成了我们说的氧化压力 就是对我们身体来讲是非常有害的 第二个呢 就是不要喝酒抽烟 因为无论是喝酒还是抽烟 都会造成身体产生过多的氧化压力 第三个呢 就是避免环境的影响 比如说这个太阳的辐射 你一定要抹防晒霜 周围环境有没有电磁场 有没有农药啊 空气中有没有污染啊 这些呢对我们都是有影响的 环境的东西我们不容易控制 但是呢 一定要控制自己的睡眠 还有呢就是运动 也是减轻身体氧化压力的 促进你的身体的抗氧化功能 也促进了这个自由基的清理 所以定期的运动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饮食 这个暴饮暴食和不停地吃东西呢 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氧化压力 造成各种各样慢性疾病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吃饭时间 吃东西之间一定要有间隔 我们过去讲的618间隙性饮食啊 实际上对身体的抗氧化作用呢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人压力很大 睡眠不足啊 环境又很污染 运动也不足 都会造成抗氧化压力增加 这就让我们的饮食啊 变得更为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饮食中啊 失去更多的抗氧化剂 哪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呢 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浆果啊 樱桃 柑橘类的水果啊 深绿色的蔬菜 胡萝卜 西红柿 橄榄油 各种各样的坚果和鱼类 绿茶 姜黄 褪黑素 洋葱 大蒜 肉桂 都是很重要的抗氧化剂 那么我们经常说的维生素E啊 维生素C的补充也很重要 其实在抗氧化的过程中啊 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啊 生物化学物质 叫做骨光甘钛 这个骨光甘钛 对我们身体 有什么样的核心作用 我们又怎么样来补充它 这个话题呢 我们在以后和大家继续探讨 我们说抗压抗压 不仅仅是抗精神压力 也要抗氧化压力 所以大家尽量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创造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那么最重要的呢 是给自己呢 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